他身背了兩條的通緝罪 那麼遭到遠景盤查 他還謊報朋友的身份 因為臉上的痣位置是不同的 最後還是被識破 都被逮了還想狡辯 眼前這名藍衣男遭遠景盤查 不僅囂張嗆警 還謊報朋友身份 但他臉上的痣卻讓他破了功 這邊一顆痣 然後不見了 然後這邊兩顆痣 我帶你印紫紋也是一樣 照片一筆 雖然長相年齡都相仿 但臉上的痣位置似乎不太對 相片上的男子 臉上的兩顆痣都在下巴 但無性嫌犯卻是左右臉各一顆 原來他是一名通緝犯 為了躲避查棄謊報朋友身份 根據了解 28歲的無性通緝犯 身背兩條通緝 112年9月被依洗前防治法通緝 113年2月被依炸西通緝 原本以為圓晃可以蒙混過關 遠景真的將他帶上警車 回去查驗指紋時 他才當場坦承被通緝 逃亡四個月 只是不想再過年前還跑法院 才會投機冒用朋友的身份 全案依洗前防治法 詐欺等通緝來結送歸案 而同樣是通緝犯被逮的 還有他 警方凌晨時事路檢盤查 一輛雙載機車行進可疑 經了解後座的21歲黃姓男子 身背十條通緝 已經四處躲藏將近一年會落網 近是工作到半夜沒有節約可以搭 僅有人以機車載送卻在半路意外被查獲 還在身上起貨毒品 這回不僅得面臨過去逃避的司法 還要再加一條毒品罪嫌 警訓後依法送辦 記得蔡英傑成立想台北報道